《上门龙序》第3294章 解决问题的办法 见妈妈也想一起去东京 萧初然便道 妈 去东京是因为 若琳她搞到了一个 美国歌手的演唱会门票 邀请我和叶晨一起去看 看演唱会啊 马兰顿时有些失望地嘟囔一句 我最讨厌那种场合了 轰隆隆地震得脑浆疼 说着 她连忙又道 不如这样呗 初然 我跟你们一起去 咱们没事了 就一块逛街 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 我在酒店等你们就是了 接着 马兰想起什么 继续道 而且 你看若琳一个人对吧 一个人不也得开一个房间吗 不如就开个双床房 我跟她住一屋 你跟叶晨住一屋 住宿费都省了 萧初然无奈道 妈 去日本又不是我张罗的 是人家若琳张罗的 我要是带着你一起 还不知道人家会怎么想呢 再说 现在出去玩 谁不想自己住一个房间啊 平白无故多个人一起住 肯定有各种不方便 说吧 萧初然又补充一句 而且我们去了也待不久 演唱会前一天去 演唱会第二天就回来了 行程这么紧 基本上没什么可玩的 马兰听了 有些信信地说道 时间这么短就有点没意思了 出去玩不就讲究个轻松自在吗 我可不想跟特种兵似的 来回折腾 萧初然见马兰不想去了 便也劝道 是啊 妈 行程这么紧 确实没什么时间可玩 你要是想去日本的话 等明年开春我带你去日本看樱花 哎呀 那可太好了 马兰欢快地答应下来 全然没了参与这次东京之行的念头 叶晨对演唱会这种事情 一向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让她耐着性子 看完的演唱会 只有顾秋仪的专场 虽说那个名叫塔瓦娜的美国女歌手 确实很火 甚至比顾秋仪还要火 但叶晨属实不感冒 不过 毕竟是老婆喜欢 而且 她又要和董若林 一起去异国他乡 自己要是不跟着 确实也有些不太放心 这才只能责无庞贷地答应下来 她在网上预定了后天中午 金陵直飞东京的机票 又预定了东京最好的安曼酒店 也是当初苏之鱼和苏之飞兄妹俩 被绑架的那家酒店 由于后天就要出门 叶晨第二天一大早 便驱车去了香谢利温泉酒店 她来香谢利 主要是为了见一见 在这里藏身在这里的云如歌 云如歌这段时间 一直在这里闭关 说是闭关 但其实更像是 被叶晨软禁在此 叶晨虽然让红武给她提供了 非常好的物质条件 但也要求红武 以及其他人盯紧她 不得让她离开香谢利半步 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她的不放心 同时也是担心 她抛头露面 会暴露她自己 继而招来麻烦 好在云如歌恪守承诺 不曾动过离开这里的心思 见到叶晨 云如歌有些惊奇 她已经有日子没见过叶晨了 在她自己心里 早就认为自己 已经被叶晨放弃 她这么想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因为叶晨明确告诉过她 自己暂时没有办法解除 她体内的剧毒 如果那剧毒解不了 云如歌也不过 只有一年多的寿命 对于一个 还剩下一年多寿命的人来说 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 剩余价值可言了 云如歌觉得 既然自己对叶晨 已经没了价值 叶晨也自然没必要 在自己身上浪费精力 这么长时间没露面 也就情有可原了 云如歌看得开 倒也不怪叶晨 她现在的想法 就是老老实实 待在这里闭关清修 等到大县将至的时候 如果叶晨还没有办法 替自己解读 那自己就向她请辞 找一个风景秀美 人烟罕至的地方 静静地等待死亡 曾经 她心里也想过 要跟破星会与死网破 自己已经还有一个被吴飞燕 留在泥丸宫的自爆阵法 真要是与死网破 倒也能算个人体炸弹 可冷静下来 在考虑这个问题 她就发现 以自己对破星会的了解 自己根本就不可能 见到吴飞燕 最多也就是找吴家的 那些后人发泄发泄 云如歌又不想自己 最后去跟吴家 那些傀儡拼命 于是索性 也就放弃了报仇的这条路 叶晨眼见云如歌 看自己的眼神惊讶不已 便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云小姐 这段时间有些忙碌 一直没顾得上与你见面 不知道你在这里 一切都还习惯吗 云如歌回过神来 连忙恭敬地说道 多谢叶先生挂念 在下一切都好 洪武他们对在下也颇为照顾 什么要求都能够及时满足 叶晨点了点头 随即有些抱歉地说道 云小姐 还有件事情 非常惭愧 那就是 我至今还不曾找到 破解你体内剧毒的办法 不过也请你放心 我会尽我所能 继续寻找解决之道 云如歌见叶晨满是歉意的眼神 心中有些感动 恭敬地说道 叶先生还记挂着在下 在下已经非常知足了 至于内毒能否解除 在下已经放平心态 结果都可以接受 也请叶先生 不要太过为此操心 叶晨笑了笑 插开话题道 对了 云小姐 我这次在非洲摩洛哥 端掉了破清会的一个驻地 在那里意外遇到了一个和你很像的女士 她是破清会幼君都督府的牵士 不过二十多岁 就已经悟到了 二十多岁就悟到了 云如歌惊讶不已 脱口道 幼君都督府 竟有如此天才 怎么我以前从来不曾听说过 叶晨道 此人是吴家的庞系家族 是连吴飞燕都在重点关注的天才 他与你情况一样 体内也都有这种剧毒 现在他已经决定为我效力 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需要他为我做的 所以便打算让他来精灵安顿 届时 如果你有兴趣 你们也可以认识一下 看看是否能够交个朋友 好啊 云如歌有些期待地说道 像他这种天才 在修炼上肯定有他他自己的感悟 与这样的人交流 也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提升 再加上大家情况相似 也算是能够惺惺相惜 叶晨点头道 那我到时就让人 把他带到香榭利来 届时再介绍你们认识 说着 叶晨又道 对了 他的名字和你有点像 他叫宋如玉 宋如玉 云如歌微微笑道 跟我的名字确实很对账 也算是有缘分 说吧 他问叶晨 叶先生不知是否方便 跟大家说一下 你此次去非洲的进展 叶晨点点头 他自己这次去非洲的情况 跟他他具体叙述了一遍 云如歌听得入神 至精彩处 还情不自禁地拍手称快 在听到宋如玉的故事之后 忍不住感叹 吴飞燕的掌控欲属实变态 这个女人 甚至都没有见过那个宋如玉 就已经把毒药喂进了她的口中 这是生怕她脱离掌控 叶晨道 整个破清会没有服下毒药的 恐怕也只有吴佳人了 但吴佳人对吴飞燕来说 即便没有毒药束缚 可控性也是非常强的 先不说吴佳人 一直都在依附着她 单就那些吴佳人管理的死士和萧麒卫 就有数万人之重 而这些人本质上并不受他们操控 而是受吴飞燕操控 因为一旦这些人不听吴飞燕的话 吴飞燕就会断掉 就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吴佳人有异心的话 麾下所有人马 都会调转枪口指向他们 云如歌赞同地说道 吴飞燕本质上就是女版的崇祯帝 她除了自己之外 不相信任何人 没有人能脱离她的掌控 说着 她又道 那个宋玉如 万幸还没有见过吴飞燕 否则的话 吴飞燕肯定也要在她的泥丸宫里 布下一个自暴阵法 叶辰道 她现在最大的威胁 也是没有解毒的办法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能够在一起 好好研究一下 这种剧毒体内的运作原理 和底层逻辑 毕竟 你们才是中毒的人 有很多感受 只有你们才能够发现 如果你们能发现问题的本质 我或许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